男主本多是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 他的兴趣爱好是摄影 为了体验生活 本多在一家披萨店打工正外快 一天本多照常去送披萨 客户是个漂亮的盲女 但她的脸上却有一块伤疤 女孩结结巴巴地跟本多说 自己没有点过披萨 就在这时女孩的妈妈走了出来 态度不善地赶走了本多 随即将女子推进了屋子 就在门即将被关上的时候 本多看见女孩的嘴唇动了动 但因为本多是个外国人 不太精通中文 他没看出来女孩在说什么 回到饭店后 本多就和同事说了这件事 同时立刻猜测女孩 应该是收到了妈妈的家报 长年累月照顾无力独自生活的盲人女儿 这个妈妈肯定会感到烦躁 最后忍不住将一切怪罪到女儿身上 然后实施家报来倾斜心中的怨念 几个人越说越觉得就是这个链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本多假借送披萨 再次去到女孩家 这次又是女孩来开的门 女孩听出她的声音叫住了她 女孩被本多蹩脚的中文逗乐 就这样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为了不让本多回去被骂女孩说 要买下她的披萨 但本多却吱吱吾不肯 在争抢的过程中 外卖掉在了地上 女孩打开才发现这是个空盒子 就这样本多故意搭讪的心思被发现了 本多赶紧拿着空盒子落花而逃 可是她刚回去就接到一单外卖 订单人正是女孩 刚刚经历了那种尴尬情景的本多十分抗拒 无奈之下本多硬着头皮去送外卖 一去到女孩家 发现女孩被赶出了家门 原来是女孩家里来了客人 女孩妈妈嫌她上不了台面 本多和女孩边吃披萨边聊天 从女孩口中 本多得知 女孩确实遭受过妈妈的虐待 但最近情况好了很多 本多接着问到女孩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女孩说这是遗传病 她以前想当一个芭蕾舞演员 可惜这双眼睛没能让她如愿 说着女孩跳起了舞 偏偏舞姿美丽动人 这平衡力完全看不出是个盲人 本多也看得出了神 就在这时 女孩的妈妈带着客人出来了 妈妈将女孩介绍给了客人 客人随即靠近女孩动手动脚 你女儿真美 本多实在看不过去出手阻止了客人 就在客人即将动怒的时候 妈妈下来阻止了战争 这件事之后 本多频繁地来找女孩 渐渐地俩人坠入了爱河 本多带她外出逛街 并送给女孩一个巴音盒 女孩竟感动得落泪 或许这是第一个对她这么好的人 本多将女孩拍进自己的相册 女孩听到快门声 问她这是什么声音 本多回答说 这是相机的声音 这个声音可以把一瞬间变成永恒 女孩听完后 渴求地说 我好想做你的相机 因为这样 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本多听后十分感动 承诺要女孩看遍全世界的风景 那个时候 他们都十分相信会有永恒 但是很快 女孩就消失了 甚至连女孩家的地址都不存在了 原本女孩家的地址 现在只剩下一片空地 而本多在空地上 发现了自己送给女孩的巴音盒 本多上网查询后才知道 原来女孩家住的大楼 早在半年前就被拆掉了 原因是 女孩的妈妈在床上抽烟 导致起火 母女俩双双葬身火海 原来母女俩早就死了 那本多前前天遇见的是谁 本多赶紧起身查看自己为女孩拍摄的照片 却发现所有照片里的女孩也消失了 所以自己竟然是遇鬼了吗 本多不敢多想 但唯一确定的是 他爱上了那个女孩 并且忘不掉她 本多带着失落的回忆开始周游世界 就这样过了五年 本多凭借优秀的摄影技术成为了摄影师 并出版了名为 《行星碎片》的摄影集 在签售会结束后 本多来到一间咖啡馆 就在她拿出八银盒纪念女孩的时候 没想到再次见到了女孩 女孩不仅能看见了 而且还很主动地向她要了签名 签完名后 本多拍下了女孩满足的笑脸 就像女孩希望的那样 这一瞬间成为了永恒 这个故事来自中日合作短剧 不可思议的夏天之 《星星的碎片》 讲述一个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有点类似新海城的《你的名字》 只不过这个故事由于时间和框架的原因 并没有你的名字这么大的格局 也就没有这么精彩和深刻 另外这个故事最大的卖点 恐怕就是男主角古川雄辉了 在本片拍摄之前 古川雄辉就凭借日版恶作剧这本 赚了一波流量 一举成为了国内受欢迎的 日本新生代演员之一 不得不说国内这片方 最看重的还是流量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